美股上涨有动力,80%成分股盈利超预期 美联储和经济数据已经被投资者抛在脑后 过去一周对美股市场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公司业绩 而且业绩表现不错,预计会继续推动股市上涨 上周标普500指数上涨1% 至4582点,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.7% 售于35459点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% 至14317点 标普500指数目前已从去年10月12日触及的52周低点上涨了28% 并在上周五创下52周新高 这意味着股市正处于牛市中 这可能看上去有点奇怪,尤其对空头来说 因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盈利只能用一般来形容 不足以解释该指数大幅上涨的原因 目前约一半的成分股公司公布了业绩 盈利同比平均增长约3%低于2022年第二季度的9% 不过80%左右成分股公司的盈利超出预期 虽然大多数公司的盈利通常都会超出预期 但80%的比例高于今年第一季度略低于80% 和去年第二季度略低于75% BFR Research创始人布莱恩·劳舍尔 Brian Rauscher说 目前公司盈利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 劳舍尔还称他对盈利增长放缓的担忧已经消除 第二季度业绩季还没有结束 也有可能最终会像一些策略师预计的那样出现盈利下降的情况 在业绩季到来前 他们预计公司盈利将下降4% 零售商还没有公布业绩 如果第二季度公司盈利下降 将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标志着盈利衰退 不过由于同一行业公司业绩表现的差异较大 当前业绩季结束时确实有可能出现整体盈利下降的情况 老舍尔说 由于缺乏货币或财政刺激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公司业绩表现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 在同一行业里 有些公司的业绩还不错 有些公司的业绩则没那么好 以通用电器GE US和雷神技术RTX US为例 这两家公司都生产航空发动机 但通用电器的股价在上周二公布业绩后上涨了6.3% RTX在同一天公布业绩后却下跌了10% 为什么 因为RTX的一款航空发动机的质量出了问题 台积电TSMUS和英特尔INCUS的走势也各不相同 前者在7月20日公布业绩后股价下跌3.3% 后者上周五公布业绩后上涨了5.7% 英特尔第二季度扭亏未盈的好消息 盖过了投资者对芯片行业的周期性担忧 这一切都说明 目前的股市比投资者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劳舍尔指出 今年迄今未止 标普500等权重指数仅上涨了9% 涨幅远低于标普500指数的20% 劳舍尔仍然看好大型科技公司 微软、MAST、USMETA、PLATFORMSMETA、US特斯拉、SLA、US和谷歌、Google、US上周公布的业绩表现都不错 但还不足以带动所有股票走高 上述公司的良好表现对本周公布业绩的亚马逊、AMS、US和苹果、OPPO、US来说是一个好招头 目前非必须消费品公司的盈利较一年前增长速度最快 再加上消费者信心好于预期 这预示着该行业在2023年下半年会有良好表现 总而言之 投资者可以不用担心公司业绩了 他们的表现还不错 足以推动股市继续走高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